前方会有什么? 我很少会思考这种问题,我必须前进,不论有谁阻挡在我面前。 所谓的永恒,就是不再失去已拥有之物,但从别的角度说,也放弃了得到更多的可能。 不过事实总是如此,没人能够得到全部。 只要你记得我,我就能永远地活着。 很多事情我都记不起来了,但是,也没什么不好。 如果没有能力,那我心中的那个字,可能也就停在纸面上了吧。 本事很重要,不然空有热血,只会坏事。 毕竟,燃尽之后除了灰烬,什么也不会剩下。 无论如何,都要活下去。 不知道如何向前的话,总之,先迈出第一步。 后面的道路,就会自然而然地展开了。 觉得自己是正确的,就要大声地说出来,坚决地去行动。 这是我一直以来都贯彻的人生理念。 只要风不停歇,我就不会停下脚步。 攻夺胜利的要领,是牢记战斗的意义。 遵循正确的战法,拿出锐不可当的气势。 活在这个世界上,我等族类,必须寻找意义。 我的愿望,是给身边的大家带来笑容。 只要能帮上你的忙,我就很开心了。 你才是真正能锁住我的轰烧。 若你懂得这份心情,就请留在我身旁。 我有心存牵挂,才能唤醒守护的欲望。 让力量,变得有意义。 如果需要为你而战,我会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。 力量若达到极限,接着考验的便是人心。 多亏了你,我才能来到这片未曾踏足的领域。 这时候我才真知道,人生如戏,戏如人生了。 即使如此,我也不后悔与你相识。 假使有一日不得不同你相别, 你在我的记忆中,也会如黄金般闪耀。 不必担心,就算有一天我们去往不同的地方, 也一定会在世界的某处再次相遇。 人与人的缘,不是那么容易就断掉的东西。